摩杰陀国 古印度摩杰陀国 是佛陀八个大护法里面的一个国家 如果各位读印度佛教史 佛陀有八个国王都护持他 其实那个八个国王 以现代来讲应该是八个部落的酋长 比如说波斯尼王 还有很多很多有八个国王 那其中有一个国叫做摩杰陀国 很不幸的这个时候呢 摩杰陀国啊 结果有干旱 完全没有水 请看经文 物依天汉所逼 史比摩杰陀国刚好指天汉 整整二十年都没下雨 哇那终生很苦的 对不对 很不幸的听说前几天 最近呢好像菲律宾也是大水 对不对 泰国呢也全部都在淹水 所以你看 对不对 水太多也麻烦 没有水也麻烦啊 像我们台湾也是这样 台湾来了很多个台风啊 十个台风 还好台风的时候 风是很可怕的 会摧毁一切 destroy everything 可是呢 还好台湾又有福报 很多人呢 都在羞耻都回向 所以台湾带来了风 带来雨 但没有带来风 因为台湾如果我们没有下雨的话 水库也是会缺水 夏天会干旱的 所以你看这里 摩杰陀国有二十年呢 都没有水 这时候见所有的人 跟所有的众生啊 非常的饥渴 然后呢 苦恼甚至相互的杀害 没有水怎么办 吃对方的肉啊 很残忍哦 人与人是吃肉的 第二悟二 这时候降雨满面 适时观世音菩萨 直到呢 摩杰陀国的众生 过去是虔诚的佛教徒 就思维 以什么方便 我能够救这些可怜的众生呢 这时候大悲观世音菩萨 因为众生的齐寝 他就呢 下了很多很多的雨 先下雨 然后呢 解决疏习干责 就是停止这些干枯的这些 困难 所以大悲观世音菩萨 为什么在中国叫 阳之净水观音 就是呢 大悲心 观音菩萨以水 骗洒三千 众生没有水的时候 是很苦的 尤其呢 你会发觉在新加坡 对不对 很热 你如果不喝水的话 你就会很不舒服 对不对 你如果到沙漠去的话 你最重要的是什么 要水 接下来 下了雨以后 观音菩萨用神便利 种种下雨 出现各种所有的石器 每个石器呢 满中各种上位的饮食 这时候所有的人就看到很高兴 天上下雨了 下雨当中还掉下很多的石器 石器里面有很多的食物 然后还下了很多的粮食 粒豆 粒豆就是粒 小粒 就是像小 那个豆子 还有各种的食物都下来 因为那时候二十年了 都没有水 其实也长不出这个植物来 所以大悲观音菩萨 要救度众生 要先他解决他缺水 缺食物 跟缺粮食的世俗的问题 接下来再看 物三 心怀经步 这时候呢 所有的人都非常的高兴 笔诸人等所需之物 完全挽他的愿望 这时候摩羯头国 一切的人民呢 很高兴的图示 他突然愣了一下 为什么会有这样呢 怎么我们突然二十年没下雨啊 突然天上有雨啊 而且呢 有食物啊 还有粮食呢 请翻过来 第一百零七页 这时丁二 今以何来 威力分二 物一问曰 这时候 所有的大众啊 都聚集在广场上 聚集就问 到底呢 今天是谁有这个力量呢 是天上的力量呢 还是神的力量呢 而产生这些不可思议的现象呢 物二 其中有一个老人 有一个老者 叫做齐年老大 他的身有裸屈 裸 屈裸 就是呢 有点弯腰头背 他呢 拿着一个拐杖 这个人寿命呢 经过非常非常的长 无数百千的寿命 我插一句 这个老人有两个解释 一个人是 这个老人过去见过观世音菩萨 所以他知道 第二个 这个老人也可以是说 观世音菩萨 把他自己的化身 变现出来的 待会我会讲 五台山 金格寺 观世音菩萨 度不空三丈 就是变一个老太太 这个老人有两个解释 再讲一遍 一 是这个老人过去 他受命 无数百千 过去是 他修过观音法门 他看过观音菩萨 显现神通 救度众生 不然他讲不出 下面这一段话 第二个 这个老人也可以解释 就是观世音菩萨 自己的化身 化在大众里面 告诉所有的众人说 这个不是天上 天神的威力 今天所显现的 一定是大悲观世音菩萨的 威得神通力 所变现的 为什么呢 请看经文 丁三 菩萨神力无边分三 物一问曰 众人就问 比观世音菩萨 以什么样的因缘故 而出现这样的瑞相呢 物二 达曰分五 请看 几一 神德无尽 这个老 奇旧 奇旧就是这个 又老又有智慧的 这个老人家就说 比观世音菩萨 功德是广大无边 它的的确确有神通 有自在的功德力 就好像辟喻一般 下面有 六个比喻 请看幻灯片 师父打A B C D E 帮助你理解 这是我加上去 观世音菩萨 对于盲人 看不到的 他可以做 黑暗当中的明灯 当太阳很热很热的时候 阳焰赤盛 温度很高 在沙漠当中 他可以出现绿洲 而让你应付 就是盖着你 保护你 第三 当你缺水的时候 非常可乏了 观音菩萨可以神通力 献献大悲 观音菩萨的甘露伐水 而变河流 第四 当你觉得恐惧不安的时候 你念观世音菩萨的 圣号或咒语 观音菩萨 你虽然看不到他 但是他会让你心中的 恐怖而消失 叫失令无畏 所以观世音菩萨 普门品里面 菩萨又叫做什么 失无畏者 有没有 医 当你病痛的时候呢 你可以观音菩萨放光 让你遇到好的医生 甚至好的药 而来帮助你 请把医化起来 病苦所脑 而为医药 注意听 这就是中国历代的高僧 弘扬西方极乐净土的人 认为你念观音 你就可以不念 要药师佛 阴光大师就弘扬观音法门 因为观音法门 也可以不吃医药 当然注意听 师父也很恭敬 药师佛如来 因为药师十二大愿 他也是成佛的 所以你要观音跟药师 两个都念也可以 但要有信愿心 不要呢 你自己念观音菩萨 观音菩萨 观音菩萨 念了这么久 怎么没有来 我今天会课还听到 有些人呢 说师父啊 你不是教我们吗 你观世音菩萨 对不对 我念了一个月 观音菩萨还没有来 对观音菩萨破口大骂 不可以 你要忏悔 你若骂观音菩萨 你将来会变哑巴 嘴巴会歪掉 而会流血 最后你会跺三恶道的 你不要急吗 观音菩萨很忙的 你看你见我 都要making appointment 你知道吗 观音菩萨也是很忙的 没有开玩笑的 观音菩萨事实上是 要等你的业力颤处 因缘具足的时候 它才自然会显现 所以假如你病痛很多 很苦恼 身心的痛苦 请你念大悲观世音菩萨 观音菩萨也是 无上大一王 他的功德力 跟药师佛一样 没有差别的 知道吗 不要去分别 当然你观音跟药师 要两个都一起念 也可以啦 不是不可以 但都要有信心 下面一个 F 若众生受了苦 做他的父母 就像我昨天放的短片 听说司仪要求师父 短片再放 可以 明天再放 因为我今天有放 我要放的东西 因为那个比较短 明天再放一遍 当有些人是孤儿 或是有些人一出生 都不知道自己谁 是爸爸妈妈 或是有些人一出生以后 就被卖到其他的地方 他一辈子觉得很孤单 找不到父母 那你念观世音菩萨 观音菩萨会 生生世世的互念你 就像你这父母一般 各位我们在华人 可能现在呢 比较没有这个问题 其实华人现在 也面临这个问题 因为现在呢 男生跟女生呢 很多也不结婚 结了婚呢 不然就没有结婚 也同居 生了娃娃呢 就很多 一直换partner partner 换到最后 他老爸是谁啊 其实他也不知道 在美国 现在就有很多 这样的问题 美国你去看 国土这么大 有很多人他出生 他连他爸爸妈妈是谁 他都不知道 对不对 所以有些众生会觉得呢 我好像没有父母 依靠 没有安全感 那你念观世音菩萨 你不要怕 男生女生 观音菩萨 一辈子都会互念你的 叫受苦有情 为座父母 所以可见观音菩萨 有无量的功德 比喻为明灯 比喻为复印 河流 令你无畏 失无畏 观音菩萨 可以用医药帮助你 所谓医药帮助你呢 是你念观世音菩萨 让你碰到好的医生 或是对症下药 而把你的病救好 其实这是观音菩萨 在救你 你不一定看到 观音菩萨现前 比如说有些人 对不对 遇到医生 要有缘 有些人碰到 这个A的医生 他觉得很奇怪 怎么医都医不好 一直念观世音菩萨 其他的灵友 推荐他说 你要不要去看 另外一个B的医生 结果很有缘 他帮你诊断 就找到你的病因 而且你花了很少钱 对症下药 你的病就好了 其实这是观世音菩萨 在护念你 你要感恩 了解吗 碰到好的医生 对症下药 让你身体健康 其实这也是观世音菩萨 在护念你 好 接下来 再看下面的经文 107页 第14行 己恶 利益安乐 阿比地狱的 所有一切众生 让他见到涅槃之道 你看地狱恶鬼畜生 达背观音菩萨 也会放光加持他 所以观音菩萨 六道的众生 他从来都不舍弃 他不是只有度人 对不对 这里阿比地狱的众生 他也会救他 请看经文 能令世间 所有一切的友情 过去现在未来 得到如是的功德 跟利益安乐 己三 实名离苦 请画一个记号 若父友人 念观世音菩萨 观自在菩萨的名号 世人当来 远离一切的轮回之苦 当这老人这样一讲以后 众人就答约 善哉善哉 善哉善哉 南传叫做 撒度 撒度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你要念 观世音菩萨的圣号 可以念南摩大悲观世音菩萨 或是观音菩萨 要加大悲也可以 不要也可以 南摩观世音菩萨 短一点 观音菩萨 观音菩萨 短一点你会比较好念 没关系都可以 你也可以念 因为咒跟佛号 都是大悲心的显现 所以 持名 的确可以离苦的 在家出家都可以修 现在我讲个故事给你听 中国有唐密 不空三藏 请看 他穿的衣服是中国唐朝的 你们现在穿的海青 事实上就是中国唐朝的衣服 真正的袈裟是师父披的这一件 佛陀在印度里面讲 比丘三衣不离身 印度很热吗 对不对 你看南传的衣服 对不对 是一件布把它卷起来 所以袈裟不离身是佛说的 为什么 袈裟离身 那就曝光啦 知道吗 可是传到中国 袈裟是指师父 这一件 披在上面的 像这个是我受菩萨界 五一七 九一 这是我登坛受菩萨界的界衣 我一生都留着 这是我身作奖金的时候 我特殊典礼我会才穿 对不对 可是事实上 师父穿的这个咖啡色呢 是中国的唐装 所以你看 不空三藏的画像里 你们现在穿的海青 是中国的唐装 如果你有看过 故宫博物院叫唐山彩 有没有 跳舞 他的袖子是大大的 那是中国的文化 好 不空三藏 我待会讲他的故事 你看 这个是画像 现代的 真正的古代 不空三藏 是长这个样子 他是胡人 就是中亚寄兵国人 你看他相貌很特别 胡子很多 智慧非常的高 眼睛炯炯有神 长得像 旧摩罗蛇大师 他呢 传中国的唐朝的唐秘 从印度到中国 由不空三藏 传给空海大师 空海大师 在经论写 他是华言 他是呢 十地菩萨里面的 三地菩萨 承愿再来的 他非常的了不起 他是日本人 到中国求法 把中国的真言中 传到了日本 成为帝王的国师 甚至建了八十几座庙 他的根本寺叫高野山 所以 所以有机会 你到日本去 可以去看 不要只是去京都 吃了肥肥的就回来了 你应该有机会 去了国家 就去看看其他佛教 他在日本的东京京都 接下来你看 空海大师 注意看 他穿的也是中国的衣服 他拿领储 储物 还有念珠 空海大师很了不起的 在空海大师 跟不空三藏 空海大师主修 虚空藏菩萨 谢谢菩提格 提供我这张照片 我终于找到了 木雕的虚空藏菩萨 他的手 他的左手 也拿一个如意宝珠 所以虚空藏菩萨 是八大菩萨里面一般 他的功德力 像观音文殊菩萨一样 广大无边 所以智慧等同于虚空 所以叫虚空藏菩萨 可是我们华人 很少修这个教法 这个教法保留在日本 跟韩国比较多 好 接下来 师父讲一个故事 叫金格寺 先让我讲故事好了 讲完故事 我再给你看图片 好 先看 不空三藏 他从古印度 自己千里迢迢地 经过中亚寄兵国 就现在的阿富汗 巴基斯坦的地方 经过丝绸路之路 先来到五台山 因为 他知道中国有个圣人 就是文殊师利菩萨 现在还在世 他本身也很喜欢 观世音菩萨 他主修文书跟观音 他一个人走 当时在唐朝的时候 五台山有很多地方 是荒凉的 他就走着走着 前不着店 后不着面 他觉得很渴很渴 他就想 他就一直念 观音菩萨 观音菩萨 来救救我 我快不行了 因为我快渴死了 他走过了一片的草原 这时候他走走走 真的快不行的时候 突然有一个老太太走来 师父你还好吧 他说我很口渴 师父师父 我有一杯水 我有囊带 我供养你好吗 他说好 谢谢你 这位施主 我真的需要水 他喝起来 喝了以后 他本来想 谢谢他 转身一看 这个老太太不见了 怎么不见了呢 看了前面也没有人 后面也没有人 他再转头一开 大杯观世音菩萨 现前了 然后大杯观世音菩萨 他就放光加持他 所以不攻三藏 一生 对啊 大杯观世音菩萨 非常的感恩 所以他就上书 给唐朝的皇帝说 这个地方 观音菩萨 曾经显灵 虽然五台山 全部都供的是 文殊师利菩萨多 但是这个地方 要建金阁寺 请看下面 假如有机会 你去五台山 五台山全部都是 文殊菩萨 只有这个地方 是供 大杯观音菩萨 请看 金阁寺 现在非常的庄严 这是金阁寺的三门 然后呢 因为历代帝王建设 所以他有很多 是用大理石 跟汉白玉 所雕的 这个 狮子 或是 庙宇 非常的庄严 你看 这里有个大杯殿 中间就供牵手牵眼 大杯观世音菩萨 文革 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很幸运地 这被保留下来 然后呢 一直从唐朝 一直到 中国曾经经过 宋元明 也有战争的时候 把它重毁 听说这个木头 是在明朝的时候 重新建的 那时候呢 它大概有 三四层楼这么高 当时师傅去 朝五台山 两次的时候 我们很虔诚地顶礼了 那我就 我们也随喜供养 我们也念六字大名 就精醒 后来呢 我们就跟他说 我们是从台湾来的 那我们楼上 可不可以去看一看 他本来是说不可以 原因是呢 因为这个是明朝建筑物 那个楼梯啊 有一点旧 他怕我们踩上去 会跨下来 我就跟他说 我们千里迢迢来 希望你慈悲慈悲 后来他说 好吧 我看看 看你们念 在绕佛楼 很庄严 你们前程佛弟子 就让我们上去 上去的时候 他是木的 有窗户 当他的窗户 一打开的时候 外面灯光一照的时候 就像这样 哇 非常的庄严 那师傅呢 真的他们同意 我就拍照起来 非常庄严 有两三层楼高的 木雕 牵手牵眼观世音菩萨 你看 由下往上 是非常壮观的 然后呢 你可以看到 士多千亿佛 对不对 发大清净愿 大悲观世音菩萨 真的是 十方诸国土 无叉不现身 观音菩萨 真正是很慈悲的 但是你必须 对观音菩萨 有信心 不管你是 大悲观世音菩萨 你要真正有信心 学习佛法 观音菩萨 从来不会舍弃 任何一个众生的 接下来你看 他呢 宝观上面有楼阁 非常的庄严 这是中国用八角形的 所以中国的寺庙建筑里面呢 是非常了不起的 从明朝一直到现在 这个佛像都保留着 接下来你看 此眼视众生 当他这个第三层楼 跟第二层楼的窗户 打开来的时候 整个菩萨脸上啊 都像放光一般 非常的庄严 对不对 你看菩萨脸部的特写 好 看到了吗 非常非常的庄严 所以大悲观音菩萨 真的是很殊胜的 菩萨佛像雕得好的话 是有很大的功德的 因为让大家升起 清净的这个虔诚心 悲心度有情啊 所以因此在五台山 所有的呢 都是供文殊师利菩萨 只有金格寺 专门供大悲观音菩萨 因为不空三当 在唐朝的时候 观世音菩萨 亲自献一个老太太的 所以我再说一遍 再说一遍 希望我讲完经以后 以后所有静明佛学舍 做的法会呢 干部连有都要有平等心 小心哪一天观音菩萨 就会变一个掰咖的 或是一个妓女 来考验一下你们吧 真的哦 我要是佛菩萨的话呢 我一定会这样测试你们的 看看你们学习佛法 是不是真的有平等心 好 五台山金格寺呢 是非常庄严的 好 接下来再看下面经文 107页 第18行 几次七宝巨竹 若有人能于观世音菩萨向前 造四方的曼奴罗 其实这地方看幻灯片 这就是曼达拉 曼达拉就是净土的意思 常常拿香花供养 圣观世音菩萨 世人当来会呢 激到转伦圣王的福报 而且七宝具足 在西藏里面呢 供养上师很重视七宝 你看在这次大乘庄严宝王经里就有写 金伦宝 相宝 马宝 珠宝 女宝 主葬宝 主兵宝 如是等宝 听好 我多说几句 这个宝是古代的文化 所谓的相宝跟马宝是什么 交通工具 你现在绝对不会买一只大象跟马 供养仁波切吧 你更不要供养我一只大象 那我怎么带回去呢 所以这是古代的文化 它的意思是说 古代呢 有精 女宝是什么 是指用人 对不对 主兵宝 是指他的护卫 就像呢 总统旁边有侍卫 那这是古代的文化 那以现代来说呢 意思是说 用最好的东西 供养观世音菩萨 所以你也可以在观音菩萨面前 供 Cappuccino coffee 可以啊 你最好的东西供养观世音菩萨 对不对 这是你供养的心 起码供一杯水 接下来 吉武 身相圆满 父次有人 能以一花供养 观自在菩萨摩赫萨 世人当得 生出妙香 谁所生处 生生世世 相貌圆满而具足 所以 这是很重要的 请看幻灯片 所以你看 拿花 这是金色的莲花 金色的莲花 代表清净的真心 所以 来寺庙的时候 供佛的时候 听好 不可以空手 你起码 要有一个虔诚的心 你可以供花 供灯 也可以点香 当然大殿里面怕污染 对不对 你可以在外面点香 没有的话 用虔诚的心 也很重要 这个花 代表你 戒定会的真香 看一下 如果机会去日本 耐凉 东大寺 是全世界 用木雕造的佛像 佛寺庙 全世界最大最大的 你看下面的人 有多小 这个成为世界文化遗产 你可以知道 它与中国唐朝而建的 很不幸的 我们中国 这块国土 大陆 兵荒马乱 历史因素 战争的因素 其实都全部存毁了 当时日本人是学中国 你看 中国唐朝的寺庙 就是这么壮观的 现在我们反而要去 韩国跟日本 才看到中国唐朝的寺庙 这是由帝王 圣武天皇 下令建的东大寺 其中有一个木雕 三层楼这么高的 奈良东大寺 大悲观世音菩萨 所以日本人 有70%的人 都念阿弥陀佛 跟观世音菩萨的 所以各位有机会 去奈良的话 希望你也能够去参访 非常的壮观 师傅呢 目前还没有去过 韩国跟日本 但我看了很多书 好 在这里有一个脸友 问我一个问题 师傅请问 大悲咒跟观音灵感真言的 这个咒语 有什么差别 好 专心听 其实这个部分 我在part one也有讲 或许我没有讲得很详细 我现在耐心讲给你听 中国的大悲咒 跟西藏的大悲咒 是不同传承的 是两个不一样 我们的大悲咒 是在大悲心 陀罗尼经 大悲观世音菩萨 在千光王 敬诸如来的座下 而听 所以中国你就按照这样念 这个大悲神咒 在中国几千年呢 都有很多的感应的 在台湾甚至呢 得了癌症 没有药救 念大悲神咒 喝大悲水 而活下去的人很多 那西藏呢 的咒语是另外一个传承 它叫 圣石咪面观音咒 请看幻灯片 它唱得不太一样 或许你们听过 这个音调 跟我们完全不同 为什么 它是完全不一样的传承 它叫 圣石一面观音咒 在你西藏 千手千眼 有闭关的 就是念这个咒 而且要重复 它的咒语 一般是前面是讲 敬礼大悲观音菩萨 然后重复它的咒 它的咒是在 这一段才是它的咒 它要重复念一百零八遍 那西藏的传承呢 长话短说 我又在看时间了 我的心脏不太好 因为我还有东西要讲 我想讲到 这个第一百零七页 告一个段落 明天讲秉食 就解圆满了 专心听 给师父几分钟 专心听 所以西藏的 圣石一面观音咒 从哪里来呢 是听说有一个比丘尼 得了麻风病 他非整身都是滥肠 什么医药都不好 最后他虔诚拜观音菩萨 观音菩萨亲自现身 而为他灌顶 圣石一面观音咒 他持八观哉戒 而且吃素 然后他每天就拜观音菩萨 然后念圣石一面观音咒 就连续这样修三个月到 六个月到一年 最后他全部的病就好了 因此他发愿 专门弘扬 圣石一面观音 西藏的大悲咒 传承是这样来的 好那你问我 观音灵感真言呢 怎么样呢 大悲咒成为长咒 六字大明咒 跟 这叫短咒 因为咒有长跟短 比方说你像楞严神咒 五会楞严神咒很长啊 对不对 可是他最后面呢 有咒心 这个叫短咒 所以大悲咒跟 观音灵感真言有什么差别 答案一个是长咒 一个是短咒 那注意听 观音菩萨的咒很多 不是只有一个 在中国密教部里面有 如意伦观音 有码头观音 然后呢 有圣石一面观音 有准题观音 有很多很多的咒 所以在我们大悲十小咒里面呢 观音灵感真言是其中一个咒 第三个 请问师父 念大悲咒可以求大悲水治病 念六字大明咒也可以吗 答案可以 但要多念一点 至少你要念 一百零八次 以一圈来讲 至少一次 念一百零八圈 要很专心念 不要念 结束了 没那么快的 我看过灵友这样 圆满了 可以回响了 你这个人啊 太投机取巧了 要专心念 专心念 然后想观世音菩萨 可以 重要是在你的心 但师父至少你建议你念一圈 一百零八遍 念三圈会更好 那念六字大明咒 水也变成大悲水 这是不用怀疑的 下面请问 什么时候念大悲咒 什么时候念六字大明咒 二十四小时都可以念啊 只是一个长咒跟短咒 那它的差别在哪里呢 注意听 长咒是对峙你的妄想 因为有时候我们凡夫妄想很多 吃榴莲太多的时候 妄想也很多 那时候你就要念长咒 为什么 因为长咒是要让你专注嘛 不管你念西藏的 或中国的 长咒是对峙你的妄念 那么何来的那都来呀 那么我里也那么我 你也念一直念 有些人念呢 说婆和说婆和说婆和 一打个妄想 倒就不见了 所以你要重新念 所以长咒是对峙你的妄想 短咒哪时候念呢 病痛的时候 因为你呢 生病的时候 或不舒服的时候 你的气力比较少 而且你在断气的时候 你不太容易念起大悲咒 老实说你可以试试看 假如你发烧感冒的 那么何来的那都来呀 也说婆和说婆和说婆和 那时候念短一点 短一点你有力量 所以其实这两个的功德 是一样的 最后请问 撒净的时候 为什么念大悲纯咒呢 是因为阳之净水 大悲观世音菩萨 一滴骗撒三千 这个脸有问 请问我不可以 凯念其他的咒呢 比方说念药诗咒呢 答案也可以 撒净是以大悲观音菩萨为主 因为文书普贤观音地藏 若配四大来讲 文书是拿智慧之箭 是火 地藏菩萨是地大 观音菩萨是水大 对不对 然后呢 普贤菩萨一举手一投足 是代表风 而各位呢 是火大 你的无名火很大 你不是文书普贤的智慧之火 所以 骗撒三千要撒水 水是媒介 所以基本上按元启法 是念大悲神咒 那你说你要念 料事咒也可以吗 答案也可以 但要虔诚 知道吗 要很虔诚 你要念往生神咒 其实也可以的 所以请看幻灯片 这是藏传佛教的 圣十一面观音的传承 好 这是四壁观音的显现 在中国的 part one我放过 我再放一次 在中国大陆 民国一二十年的时候 也就是大概 1920年到1930年 中国大陆很多人 心 这是观世音菩萨 亲自显现化身的 一个师父定中见到 请他画出来的 在台湾早期是 非常非常的流通的 你很少看到 你看观音菩萨 四只手 非常的圆满 相貌很庄严的 观音菩萨真的很慈悲的 对不对 然后你看观音菩萨 也有他的眷属 他有两个邪式菩萨 观音菩萨将来也有 成就他的净土 观音菩萨 有很多很多的净土 因此这就是 曼达拉 叫观音菩萨的谈成 刚才我们经文里面 不是有讲到曼达拉 其实就是观音菩萨的净土 好 最后看 观音菩萨神力无边 物三小节 于是奇就 奇就就是这个长老的人呢 说观音菩萨的功德以后 圆满以后呢 说观自在菩萨的功德 功德生理 所有语会大众人都听得非常欢喜 各个就回到自己的住处 最后这个老人 说完佛法 也回到自己的住处 好 经文到这里 丙酒 我终于讲完了 请今天多给我十分钟 好 接下来我要讲空性 对不对 请各位翻开讲义 一百一十二页 电影音乐欣赏 好 在上次讲座的时候 给各位看过 念念不忘 还有因为所以 因为这次讲座 我就把第二卷全部讲完 所以今天我要教一百一十二页 烦恼即菩提 请专心听 我们刚才讲 你的心 真心跟忘心 事实上是同一个心 虽然理论上这么说 但是啊 当我们烦恼现前的时候 你若顺着贪嗔痴的时候 你还是烦恼 你若很宁静地 透过戒定会的方法 调伏你的心 你所显现的就是 慈悲心 菩提心 大悲心 跟大愿力 其实真心跟忘心 是同一个根源 只是起的作用不同 请看一百一十二页 这是台湾一个很有名的 一个佛友 在家居室 他很有 就是很有智慧 写的烦恼即菩提 然后请各位看讲义 然后呢 我先放一遍给你听 第一遍各位听 第二遍你会唱 你就跟着唱 第三遍我就会解释 好不好 可以吗 好 第一遍先请你专心听 他很短 先用听的 烦恼在哪里呀 在这里 在这里 在你的心里 菩提在哪里呀 在这里 在这里 在你的烦恼里 若无所住 烦恼即菩提 若无所住 菩提即烦恼 我无所住 请问你的在这里 是在哪里 在这里 还是在这里 还是在屁股后面啊 想一想 小姐 在这里 在这里 在你的心里 菩提在哪里呀 在这里 在这里 在你的痛苦里 若无所住 痛苦即菩提 若无所住 菩提即痛苦 菩提 在屁股后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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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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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苦 无民 第三段 在屁股后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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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无所住 不提即烦恼 第二段 问你的痛苦在哪里 痛苦在哪里 在这里 在这里 在你的心里 菩提在哪里 在这里 在这里 在你的痛苦里 若无所住 不停即酷提 若 有所住 不提即痛苦 第三段 你的无民火 常常来 不明在哪里啊 无明在哪里啊 在这里 在这里 在你的心里 菩提那里 在这里 好 各位唱得很好 掌声鼓励一下吧 好 我想解释呢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明天讲好了 因为这样的话会比较完整 好 我讲一段好了 可以吗 好 请看幻灯片 第一段 请问烦恼在哪里 在这里 在这里 请问你在这里你会指哪里 是这个头呢 还是心脏呢 还是你的屁股呢 还是你的脚呢 这是很有趣 假如教夏令营的话 这是很好的表演 烦恼在哪里 你告诉我 你觉得 师父我今天很烦 烦是烦这里吗 对不对 还是烦屁股呢 对不对 所以在这里 你要去餐一餐 在哪里 在你的心里 你的心是哪里 是这里 头 还是你的心脏 还是我心的感受 对不对 心在哪里 接下来 看幻灯片 烦恼跟菩提 是相对的 菩提 菩提在哪里呢 你说要找三千大千世界 发无上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发菩提心 从哪里呢 在这里 在这里 就在你的烦恼里 所以这里讲 真旺跟不二 好 看幻灯片 若无所住 你不执着的时候 烦恼就是菩提 所以 对不对 但是你若有所住 住就是执着 菩提啊 立刻就变得很苦恼啊 所以像手一样 看师傅 烦恼跟菩提 是一体两面的 好 当然 他第一段是讲烦恼在哪里 第二段 痛苦在哪里 第三个 无名在哪里 让你重复 这个音乐很轻松 明天我会全部解释 我现在讲一个故事 就圆满 好不好 先看幻灯片 若无所住 住 金刚经讲 因无所住 住是什么意思呢 执着 固执 占有 这都叫做住 特别是 不要执着 所以金刚经里面讲 的确我们修行 不要执着 可是不要执着 要正确地去理解 了解吗 我讲个故事给各位听 这是我西藏仁波切的 一直讲 讲过三次以上的 我非常喜欢这个故事 在座可能呢 有连有听过 没关系 讲完这个故事以后 我再告诉你 什么叫做不要执着 好 端心听 题目那叫 One Million 对 一百万 我的西藏老师 马票 马票 也就是彩券 他真的买了 买了以后呢 他就把它放在皮夹里 因为是他太太呢 跟着他去 所以他知道那个收据 放在哪里 结果呢 他就进了医院 医生呢 很认真的 照顾他 抽血 照顾他 护士也对他很好 其实他心情不太好 为什么 他就叫糟糕了 Probably I cannot live so longer 我大概不会住太 活太久了 因为他自己是癌症 第二期跟第三期了 结果呢 他住了院了以后呢 过了一阵子 大概一个月吧 突然呢 美国的这个奖券呢 开票了 开票以后 一开了以后 结果他中了 One million American dollars 很多很多的钱 他的太太非常的兴奋 而且拿对出来 对对对 就是这个号码 就是这个号码 这时候呢 他跟他的小孩就讨论 要不要告诉爸爸 有人说不可以 有人说要 因为什么 告诉爸爸 爸爸有心脏病啊 可能就一命误火哀哉过世了 有些人说 不不不不 From the human right According to human right 这是爸爸的 你应该告诉他 对不对 让他决定 结果呢 太太跟儿子女儿 就吉利呱啦 吉利呱啦吵 讨论的结果呢 决定要不要告诉他 要 他们就到医院去 可是现在问题是 谁告诉他 太太告诉他呢 还是儿子女儿告诉他 他们有很多的意见 接下来 他呢 就问医生 医生讨论了半天 One million? Really? Oh it's very dangerous 这是很危险的 因为你的老公 现在所有的身体呢 都很在老化当中 你如果告诉他的话 真的他可能太兴奋了 会过世的 结果讨论了半天 最后他们就想 那有谁告诉他呢 可能有医生 告诉他会比较好 因为医生是医护人员 他知道怎么讲 会比较好 对不对 所以 那他们家就决定了 太太跟小孩 就在外面等 决定让医生进去 那医生要告诉他之前 其实他要很婉转 他就问 How are you? Mr. How are you? 说Nothing special 还不是这样吗? 你的治疗有没有问题? 他看看他 然后呢 就说 你的病好不好? 你住的好不好? 就讲一些 哈拉的话 最后跟他说 Today the weather is very good Right? 他说 Yes, not too bad 他说 I heard 我听说 你进来之前 有买一张马票是吗? 就是Lottery Lottery 是吗? 他说 对啊 那医生就问他 假如 If 假如你中了 一百万的话 你会不会很高兴呢? 他说 真的吗? 可是我已经得了癌症 我想我活得不是很久 假如我中一百万的话 我一定分一半给你啊 那这时候呢 医生听到 Really? Are you really sure? Give me three minutes 赶快拿一张纸写 If Mr. got the lottery one million Definitely He will support or donate Give this doctor half million 然后他交给他 请你签名一下 好不好 那时候他觉得奇怪 他想很奇怪呢 这个医生 其实对我不错啊 对不对 护士也对我很好 其实啊 我觉得我在人间 也没有很久了 假如呢 也不可能中的嘛 对不对 美国这么多人 对不对 我这个很穷的老人家 是不会中的 假如我中的话 OK OK I will give half a million 他就 size signature 结果他 一千名网友以后 咚 一个人掉下去了 你知道谁倒下去了吗 跟我怎么这么清楚 你是不是那个医生啊 这时候啊 他真的倒下去了 然后呢 加护病房就按 嗶 嗶 嗶 然后所有的医生 跟护士都冲进去 然后他才想 Oh my god Oh dear darling Don't go God bless you I need you 就他们就匆匆进去 一进去 诶 发觉 老公你在 怎么那个医生 躺下去了呢 然后他想 What's happened 这时候他太太 再告诉他 Oh my darling You got the lottery One million Really OK啦 But the doctor is dying 这是真实的故事 这是真的 是不是没有打妄语 我的任波切 很喜欢讲这个故事 然后这个故事说什么 后来他就想 哎呀 糟糕了 那当然医生 死了呢 就被扛出去了嘛 对不对 那医护人员就很紧急啊 这个急救啊 你们叫CPR是吗 对不对 我也不知道 就这样 没有救了 对不对 好 这时候呢 老人家就觉得 Really I got the one million OK 他看收据 OK啦 后来其实他心很宁静 然后呢 后来他也没有觉得很特别 最后呢 他本来是第二期跟第三期的 但是他心的力量没有很强 没有执着很强 对生命没有很强的执着 所以呢 他慢慢治疗 结果很不可思议呢 他竟然好了 而且出力了呢 然后歌到 One million lottery 这个故事说明什么 请看幻灯片 若有所住 很容易往生的 若无所住啊 你啊 烦恼既不提 从这个故事里面看到什么 这是真实的 所谓的执着是什么 那个医生很执着 对不对 对不对 结果没想到 心脏病爆发了 是那个医生 对不对 我想那个医生 若没有签啊 Signature 可能他会活长寿一点 而这个老人呢 事实上他中了奖 但他觉得 其实我的生命没有多少 没有多少 其实有钱跟没有签 其实没有 很特别 所以他对于这个lottery 中奖 你们叫马票 没有很执着 没有很执着 所以他放得下 没有很执着 烦恼既不提 若你很执着的时候呢 菩提就变烦恼 各位下次签秒票的时候 先要记得这个故事 这是真的 同样的 similarly 我们对世间很多东西 我们都很执着 所以我们很痛苦 因为我们得不到 所以我们期望的很多 因为我们想要 得到了 又怕他失去 所以佛法讲 不要执着 你可以从这个故事 好好去体会 了解吗 了解吗 One million 很棒的故事吧 谢谢 不过下次你要中one million 请你不要忘了 告诉辛红师啊 我会先吃心脏的药 再去看你的 所以空性的教法 对于我们 斩断我们 轮回的战友 执着 是有很大的智慧的 希望各位 好好想一想 这个故事 好 时间的关系 今天就讲到这里 明天我会再放这个音乐 然后呢 解释它里面的意思 然后呢 请各位预洗 题目的部分 有些我在相关会回答 明天呢 我会讲 第107页 从26行 一直到108页 全部明天就圆满 所以 今天就讲经 讲到这里 然后我们念个回向文 只要念回向一句就可以了 各位听到 One Million的故事 好像非常高兴 请看八十九页 第三行 一起念 我此朴贤书盛行 很虔诚地念 合掌 今天讲经就圆满回向 一起念 我此朴贤书盛行 无边圣福 皆回向 普愿成立诸众生 恕我无量光佛成 谢谢各位 今天讲经到这里 圆满 明天见 阿弥陀佛